到了春暖花开 瑞穗香五鹤茶区也进入了春茶的采收季 但随着茶区的茶品逐渐机械化生产 而机械采收与手采茶精原料品质是否会有差异 也引发了两派的论战 那么对此茶农表示 除了茶精原料优质的茶品也取决于茶农的制茶技术 历春瑞穗香五鹤茶区进入春茶采收季 烂天白云陪陈下 采茶工人手采茶的画面展现台湾产业之美 但在另外一方面的茶园里 返乡青农则开着机械轻松修剪茶树 天间管理来采茶 也看出了台湾茶产业的新未来 随着农耕人口高龄化以及人力缺乏等冲击 茶区也逐渐朝向节气化来发展 新旧技术以及茶园管理方式的差异 茶农也开始思考该如何平衡 节肠补短互补发展 那现在有的机器比较先进了 所以它变成它可以控制 你要长短都是以你自己去决定 它可以控制到很好 老茶农不排斥机器化生产也积极改变因应 尤其采茶与手采茶原料品质大不同 两者的茶汤口感风味是否会有所差别 所采茶真的优于基采或者是反之 两派各有其主 茶农对此绝大多数都认为 这茶功夫才是影响茶瓶好坏的最大关键 还是会有差一点 对对对一定的 因为机器的话是机械化 因为你用机器剪下去 它有的一点点老掉的会 会一样是采收进去 那手工的话 我们已经跟欧巴桑都采 已经采到了都知道说 老的不能采收起来 机采手采的品质其实取决于 在于制茶师傅本身的我们讲的制茶技术 那什么原料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制成 对啊那当然常常也有可能是采集的 即便是用手采采集的原料 也有可能做出比较一般的水准的茶 也全力辅导推广茶产业机器化的 瑞士香农会指出 整个茶区几乎都采自然农法管理生产 不论机采手采 茶经原料品质差异并不大 而目前茶区茶农也几乎都是看茶制茶 因此茶瓶的好坏与否 也就最能够呈现制茶师傅们的制茶功夫了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道